我们现在的时代发展太快,智能化已经遍布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仿真机器人也屡见不鲜,但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,为什么日本一直致力于研究仿真女机器人。 可能和这个国家的工作现状有关系,日本的工作压力是十分巨大的,甚至大早晨在马路上就能看到已经累得睡着了的日本上班族。 这样的情况,我们也是在新闻里看到过的。 在这样大竞争压力的条件下,人就对下班后的放松需求提高了,于是机器人的研发就越发的被重视,日本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机器带牢,这样的话,下班回到家就能彻底的放松一下。 缓解压力,近日网上又传出日本最新研制的一款女性机器的人。 这款女性机器人造价十分昂贵,不仅外观尚和人保持一样,皮肤都是用的高等硅胶,和人的皮肤处感激起相似。 在网络上迅速走红,由于其内部结构十分复杂,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。 为了能够让机器人阻力运行,团队也是杀费苦心,加上人工智能芯片,使得机器人不仅能和你聊天,还能做些简单的肢体动作。 作为目前机器人发展史来看,已经非常强大了。 大家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